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 请让我的舌头贴于上旁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祢面前 祢是那一位回忆的 配给我们所有所有所有赞美的神 我们来到祢面前我们来献上我们这有信的 但却是可以想象的到所有的赞美 我们若不赞美祢 连石头都要开口来赞美 主要祢是何等的荣美何等的圣洁 何等的良善何等的至生至荣 何等的大能何等的美 何等的让我们看到祢的信实 何等的公义何等的慈爱 主要我们在祢面前算得到什么 祢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超乎万民之上 但是祢却见过我们这每一个卑微的人 甚至让我们可以开生来赞美祢 这已经是何等大的福分 主要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爱我们这渺小的人 这卑微这幻弱的人 你甚至爱到那个地步 叫祢的独生带子 为我们死 谢谢祢 再次谢谢祢 因为祢赐下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道成了肉身 主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 并且是充充满满的 让我们经历到耶稣的恩典 听得到祂的话语 看到祂的行事为人 并且祢叫祂为我们的罪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要我们是何等的罪人 要祢为我们来复制的代价 主要我们今天都来到祢的座前的时候 祢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到 思想到回忆到我们当初那信靠祢的情况 那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一无是处的时候 却看到祢是所有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接受祢做我们 救助我们的生命的主宰 主我们也求祢帮助我们 现在每一个已经蒙祢的恩兆的人 仍然看清楚我们是怎样的人 仍然看清楚我们生命里面有哪些地方 还没有被破碎的 还没有愿意带到祢面前的 主就求祢今晚 让我们看得真切 让我们今晚就愿意拱手摊开在祢面前 说主啊每一个角落你来吧 破碎我 焚碎的一无是处的时候 主啊求祢在那个角落的一面 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 来重建 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怎么样在我们里面生长 让我们可以真正的 活出主耶稣 父皇今天 求祢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你的话与我们同在 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求祢特别地恩高我们的讲远 用着祢所使用的喜悦的器皿 来传教祢大能的信息 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挑战我们 挑望我们 改变我们 使我们被祢所更新 所复兴 让我们真正知道 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 乃是耶稣基督 帮送给大家 跟我们其他与我估计 他理解 我们不许如此 童谣 去求祢 老子 兄弟 Apostle 代表祢 我告诉你 过来 他根本 很难 哈哈 刚刚